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世界啊 自我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闲暇 对 我觉得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 思考这些东西 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闲暇 但是现在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闲暇 对 然后我看那些 伟大的哲学家吧 一般他们的生活境况 分两类 一类是像 比如像舒本华这种 就是18岁 父亲死了 然后继承一笔遗产 对 他有钱 孩子都不愁吃 不愁喝 所以他当然有这种 闲暇去思考哲学 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的安平乐道 比如像尼采这种 他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能在那种 非常简朴的生活中 找到满足感 对 那他同样有闲暇 去思考哲学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可能就是 不是 可能不是大家没有 这个 对哲学的兴趣 或者觉得哲学没用 而且 而是纯粹是因为 这种多县城的工作呀 这种 内卷的生活呀 导致你根本没有 片刻的闲暇去 真的思考哲学 这个呢 其实啊 我觉得 闲暇是相对的 对吧 闲暇很容易 对吧 一单是一瓢 你也可以有闲暇的 对吧 不是多负责 这个湖南就不能同意啊 一单是一瓢眼 就 咱还创业不输啊 对 你看比如说 你说像理睬 像 这个卢梭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个穷人 一辈子也一贫如洗啊 当然亚利苏洛德说 哲学产生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一个是闲暇 对吧 首先我们要好奇 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 对所有社会 所有东西我们要好奇 其次我们要有闲暇 这确实是 但这个闲暇 我觉得在很难中 它确实在很难中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 完全意识无忧 这个紧一律识的人 才能从事哲学研究 绝不是这样的 所以现代人 其实说实话 你即使说 那些最没有闲暇的人 他也不一定 比当年卢梭的近况 要更糟糕 当年卢梭什么近况 卢梭基本上 贫病交加 又没有任何背景 是吧 他从小就是 母亲早年 去世 复兴后来出走了 他就是一个流浪案 后来在华人夫人 这个专员里面 塑造了一些情感的教育 塑造了一些文化的教育 然后就跑到巴黎去闯世界 这可以说真是 移民不明 然后在 也疑问不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时到那个地方 是闯瘦 就完全就是像 我们今天那北漂的 那些泪柱一样的 跑来去 跟当时一匹启蒙 思想家都是年轻的 都是一些 可以说当时奋亲嘛 算是 大家一块闯世界 但是华人夫人养他吗 不 华人夫人那是早先啊 他二十来岁就离开华人夫人了 那后来他谁养他呢 他就是靠自己写东西 赚一点钱 然后主要是靠跟别人 腾乐谱 腾血乐谱 他没有任何生活之缘 他和福尔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法国启蒙的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是养殖土优 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这个欧洲各国的 这种权贵的那种崇拜景仰 一个就是完全被别人看得上家之犬的 就是说到处遭着人攻击 这两个人完全就形成了 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类型 生活状况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 福尔泰比卢说大概大十八九岁 最后两个人都是一期七八年 两个人同年去世 两个人死对头 所以在法国去 我每次到巴黎啊 我都一定会要去一下 萨拉克总汉的那个先前死 先前死 下面下的地下死 所有法国的伟大的文化英雄 包括像居里富人啊 像维格多鱼谷啊 这些伟大的文化科学的 这样一些巨博 他们都埋在这里边 而一进去 两个面对面的两个人 一个福尔泰 一个卢说 是吧 这两个哲学家完全不一样 福尔泰那确实有闲暇 是吧 他一天到晚在他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庄园里面 从事他的批判 卢说就是真是黄黄然 如果上架之权 逼得到处好 是吧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一事无凿 然后这个平平交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导致了他这条思想 所以这个就确实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种处境 更多可能 固然处境可以改变个人 但是首先你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了 你的一种这种气质 或者你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生活态度以后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处境是被他所左右的 忽兰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 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你说这个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没空考虑往往是个好事情 对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哲学 去寻找答案 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是因为你不需要 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 这个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 这个愁眉苦脸的斯科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 安平乐道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他一思考吧 他就成了一点点斯科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 中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 不安安稳稳的 当然特别开心 对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我这个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 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很多那种 大不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对 看不进 那个B站上面 那个邓小芒老师的 那个精神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那个500个小时 不太好看的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 爱好哲学 也都是 也是去看 那个全是睡觉的 想要睡觉 去看一会儿 就只能看看 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 哪些画 这个东西好像 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 是矛盾的 我前段时间 是这个心经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 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这个画 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 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 不启示我们 这些爱好者 这哲学家 还有说这个 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说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 看这些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嘛 我也觉得 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 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 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 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 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 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可能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爱于 这个哲学和哲学史的 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 我们是算是 专业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 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 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 它是一门 一定要有确定一些答案的 这样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 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 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 定律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你得出一个观点 跟它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 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探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边 做实验的 因为它探讨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译词是经验 而不是辩子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科门里面 学在形而上 学在辩子法 对你不是这个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这个中文翻译 当然是日本人当时 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译经 周译里面翻译的 叫形而上则未知道 形而下则未知弃 弃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弃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这个加速度 像这个惯性定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验证 对吧 但是它这个不能验证 所以正是由于它不能验证 所以每个人对哲学问题 这种思考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形成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主义思想 您比如说 您刚才讲这个 先而下者为之弃 我就想 中国古代人还讲一个叫 君子不弃 我可能不能理解它 我的理解就是说 人不能当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工具 所以在哲学上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异化 当年马克思经常提 就是说你看 人工人 怎么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呢 因为人本来是权活人的 不应该是这样 有灵魂有思想 爱好多元 对吧 一会打猎了 一会谈恋爱了 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子 一个工具呢 对吧 那么说 君子不弃 对 可是你看 那天我听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也很感动 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有 你们有艺术性 就是尤其是你像忽兰 他也想表达 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思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要首先要让观众乐 还是主要是你个人得以表达 对 那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服务性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 我们首先要服务于 他必须要让他笑 对 我很感动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君子不弃 对 这跟这种 那就是说我们都是主观上 很自觉自愿的 对 愿意作为一个观众的工具 只要我能让您快乐 对 我的价值就实现 对 我很高兴 对对对 但这个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算不算人的工具化 但其实因为我们和包括我 其实我就尽量不去纠结说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人 那因为你把它给扩大范围 那你才不是工具人吗 都是一样 那咱们今天在这不都是工具人吗 所以你踩疯了吗 对 一样 活得快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就被赋予了 你要去干那个事情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所以说那我就 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我既然是工具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其实就 就很正常 这可能还是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被定位了 对吧 比如我是一个教师 你是一个脱口秀员 这个刘老师是一个作家 对吧 这个文涛 你是一个主持人 对吧 对 那么我们这个 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规范 这个规范要求你必须 首先要实现 这个规范所要求 你达到的终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的 一个道德 这个时候 你必须服从 这样一个职业道德 否则的话 如果你始终要超越这个东西 你就会活得很难 难受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风子 这样的 理睬实际上 在某种上 他就是不愿意 受任何这种规范的阅束 他要打破所有这些规范 对 他要重新促造一套 新的价值体系 一套新的规范 这种规范是以他心中的理想 为开模的 或者为模式的 这个我们说 我们人很难做的 你想思想也很 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符合某一种规范 某种职业 某种行当 要求我们的那种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在做一个职业的要求 这和我自己 我最好 当然最高的境界 是能把这两者笼统在一块 一个方面又能够率性的 把自己想讲的东西表现出来 有一种艺术感 同时也果然能够引起观众的 这个热爱发酵 没错 对 这个你看我们就找到了哲学 在现代对于个人安身立命 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安身立命 作用非常大 这些思考 比如说当年二战之后 很多哲学家 像是那个叫什么 汉纳 阿伦特 是吧 就在探讨这种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 一个屠杀的一个工程师 一个工程师 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更一般的情况是 我也是个人 我不能丧了良心 对 你这个良心呢 是属于你这个灵魂 就是你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 比如脱口秀搞笑 对 我哪怕就是让观众乐 但是比如说 我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残疾人开涮 对 这个 对 有些基本的极限 因为有些职业 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丧了良心了 对 他沿着他这个职业的特性 他如果去到极致之后啊 人性他 对 他忘了 他忘了 对对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 每个人你离不开 你像忽兰 你肯定也有你的正义感 是啊 我其实觉得我这些年讲 当老师啊 你知道从你当学生的时候 我反正五大讲课 还算确实这几十年多 还是比较有名气 对吧 但是我老说 我有时候在讲 为什么我会自己 我觉得我讲课还讲得不错 受学生欢迎 我后来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 如果他首先不能感动自己 他就不能感动学生 所以我每次讲课 我都跟第一次状况一样 我都处在一种 我只要往讲台上一站 我就能够进入到一种 这种完全 就是我 虽然我说底下观众多少 对我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吧 有时候对我来说 哪怕空无一人 只要我家里面有一个人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首先忠实于我这样一门 学问我这个职业 要求我做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热爱的 所以我首先得感动我自己 然后就可以感动别人 同样很多大学老师 为什么你在听他讲课 就觉得好像是赵美宣科 这个听起来卫同桥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不能感动自己 他从里面没有快感 他在讲课里面 他得不到一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每天 一到今天我都快70了 我每次只要一站在那儿讲课 我就能进入状态 我觉得我始终 我觉得我很热爱他 所以这样我实际上 就把我个人的这样一种兴趣 和我这个职业要求 我的操守 我觉得就很好的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 这状态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挺难得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 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 对对对 他把工作跟自己的 就他在工作中 或者在那种工具人的状态下 他找不到一个意义 找不到一个快乐的源泉 就怎么能把这种 身为工具人 就从这种 你进这种社会属性 这个责任的这个同时 你能从中找到意义 找到快乐 其实这是 这个我是觉得 怎么能从哲学中 去找到一些灵感 这个确实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 我记得我们是中文系 有一个老师叫李静一 李静一 讲详诗诵词 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他学书成就 我不了解 但是也是学什么爱听的讲课 就因为啊 你看见一个人啊 特别有机 像很多我们原则派的那个 这个观众啊 我有时候发现 你看我们请一些哲学生 请科学家来 他们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他们就是说啊 听不懂你爱听 就是看见一个人啊 眉飞色舞 激情满满的 讲着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就你觉得他发光 羡慕 他本身 那当时那李静一老师 我记得大家其实去 为什么 就是欣赏他的激情 对对 他自己陶醉其中 而且我看主要是朗诵 对对 讲到满江洪汗 怒发通关 对对对 那个师生之间 对对对 就好快乐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对对对 能够 哎您也讲 我就觉得就是紫潮说的 就是这些观众 他就带入自己之后 他觉得说 我天天在公司做PPT 我也不爱做 但还有人能做着 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我听不懂 对 但是他这么热爱 我就羡慕 我也想像他一样 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对对对 对 他们说你做脱口秀就是 就是说 等于自己找着了个 自己的 自己的理由 是 就是说又是工作 还能谋生 对对 而且呢 又是喜欢 对对 是 而且 尤其是最近一年 我经常做其他事情 发现 我也做不好 然后就跟周围朋友说 我说这些都做不好 我就只能做好脱口秀 他们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POA自己了 他们说 了吧 由于 你好 对 所以 吧 你